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联邦政府现在开始向纽约的非法移民机构下手了 昨天,联邦执法机构向纽约市寻求庇护者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发出了传票 要求他提供有关移民事务的签约记录 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最近,纽约市不是发生了官场大地震吗? 市长亚当斯的多名助手遭到FBI的调查 在本月初,FBI的特工查封了市长亚当斯高级助理皮尔森 以及其他几位市府官员的手机 其中包括纽约市警察局局长 还有两名副市长和一名学校的校长 现在,针对亚当斯政府的调查范围正在扩大 昨天,联邦当局对纽约市寻求庇护者行动办公室 实际上就是非法移民事务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叫莫利·谢福发出了传票 要求他共享移民事务的相关信息 不过,目前他只是被要求交出他与皮尔森的通信内容 并未受到联邦政府的指控 据美联社报道,说在目前的职位上 谢福和市长高级助理皮尔森密切合作 而皮尔森则是亚当斯的长期密友 负责监督纽约市的寻求庇护者安置住所的建造合同 我们根据这个背景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FBI现在应该是在对亚当斯的高级助理皮尔森 他的这个案件在进行取证,应该是 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 说消息人士称,调查人员正在调查 负责移民收容所安全协议的皮尔森 是否涉嫌该设承包商的选择 以换取非法回扣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 就是纽约市长亚当斯的高级助手 可能涉嫌在建造庇护所的业务上收受回扣 就是这个意思 而这些主流媒体现在为了政治正确 在所有的报道中都把非法移民称呼成庇护者 好,那么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有所明白了吧 虽然现在所有关于纽约市官员的调查案件 都还在进行中 但根据US News的报道 说这些扣押行动与曼哈顿联邦检察官监督的调查有关 其中至少部分调查了亚当斯高级助手的亲属 是否利用其家庭关系谋取经济利益 还是一句话 通俗解释 就是这些官员及其亲属 利用职务之变可能涉嫌贪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过去我们很多人总是不得其解 纽约为什么要如此拼命地庇护非法移民 宁可花那么多钱为非法移民提供各种服务 但是自己大街上的那些游民问题 却迟迟无法解决 关键是非法移民这里面的水比较深 这可不是我说的 是纽约市的议员叫罗伯特·霍尔顿 他说的 他说这里的滴水太多 说一年多来 我一直怀疑Docco和McCafe等合同 与移民危机到底有什么关联 他说他所指的是亚当斯政府 自2022年以来签署的 有争议的无竞标紧急合同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在两年前是一件非常备受争议的事件 当时我在节目中也报道过这个 就是一家曾经从事新冠肺炎检测的公司 叫Docco 现在转成了一家移民收容所 而这家公司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 就拿到了纽约市府的合同 从中净赚了大约4.32亿美元 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叫McCafe 是一家科技金融公司 今年早些时候 获得了一项价值5300万美元的合同 他的业务是什么呢 就是为非法移民提供预付款信用卡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 我们在节目中也到时也报道过了 好像是在今年的年初吧 好像是 当时纽约的非法移民提出 说市府提供的餐食不合口味 吃不了不好吃 后来市府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说那就给他们发钱 给他们发卡 让他们自己去吃 这样说还省下了发放餐食的人工费 说这种做法可以为市府省下很多钱 最后好像就找了这家公司 给非法移民提供了这个预付款信用卡 大家还记得这个新闻吗 现在可能这两家公司的流程 应该出问题了 所以最近针对纽约市府的这些调查 估计应该跟这两起事件应该是有关系 当然远不止这两个问题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台湾老朋友们多多点赞 其实当时这两个合同出现之后 纽约市就发现问题了 纽约市的省记长就撤销了市长亚当斯 为非法移民提供住房和食物的紧急协议的权利 你再要签什么东西 你要经过省记长的同意 就把他的权利给削掉了 这是去年 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的事情 所以大家看到了 纽约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就这么胡考 近两年来 50多亿的纳税人的钱 哗啦啦的就被花在了非法移民的身上 而这里面又有多少水 是留在了水桶外面 如果你是纽约的纳税人 你心不心疼 所以我觉得纽约人 应该都拿起你手里的选票 拿起你唯一的武器 去行使你的权利 今年在这样的背景下 纽约要是还不能翻红的话 那么这只大苹果 溃烂 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前两天 哈里斯在密西根州参加的那个访谈 言论之空洞 不仅遭到了保守派的批评 甚至连CNN都看不下去了 昨天CNN的一位政治评论员 叫斯科特·詹宁斯 在CNN的节目中 严厉批评了这次访谈 他说 昨晚我看了相当多的节目 整整一个小时 我们一直在听副总统空洞的废话 这正是我们所预料的 随后另一位访谈嘉宾 谈到 说奥普拉为哈里斯提供了一个友好的论坛 詹宁斯就嘲笑 说他什么时候和敌对媒体坐下来谈过呢 你看 现在不仅我一个人认为 哈里斯的那场访谈 满嘴空话套话 连CNN的评论员也都这么认为 看来正常人的认知程度 基本上都是在一条线上 现在左媒代表 CNN似乎也表现出了 对哈里斯支持度的松动 最近在他们的节目中 不断出现对哈里斯的负面信息 甚至批评 尤其是他持续躲着记者 不接受采访的这个情况 更是引起了CNN的质疑和不满 昨天CNN的记者杰克坦帕 采访了哈里斯的高级顾问 坎萨·伯顿斯问他 副总统为何没有坐下来 接受定期采访或回答媒体提问 然后接着问说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接受更多的采访 来谈论他的政策 来回答选民对他的政策 以及他对其中一些政策立场的改变 等这些疑问 你猜他的顾问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太忙了 没时间接受采访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说杰克他接受过采访 我知道我们很想 或者你也很想看到 他每天坐下来接受CNN的采访 但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 他既是副总统 也是候选人 我现在是在做节目 不能骂人 但是请允许我在内心 默默的骂他一百遍 你有时间天天到处跑 天天去发表演说 但就是没时间面对记者 是吧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不是没时间呢 时间多的是啊 是不是啊 天天都在干一件事情 就是竞选的 只是没时间接受采访而已 因为大家都知道 演说是可以被搞的 但面对记者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是需要脑子的 这才是根本的原因吧 现在对于哈里斯逃避采访的问题 不仅CNN开始发难了 另外非常左的纽约时报 等这些大左媒 这些左媒媒体 也开始纷纷的指责他躲避媒体 并明确指出 说哈里斯在竞选活动 如火如荼的头两个月 表现的比拜登在竞选活动 摇摇欲坠的后两个月 还要孤僻 我看要不就这样 哈里斯跟拜登老爷子商量一下 让拜老爷子 把他们家的地下室 租给哈里斯同志 让他在里面躲一躲 这样不就胜血了吗 接受采访与美国人民对话 这是总统职责的一部分 我希望两位总统候选人 在竞选期间 都应接受严肃的记者采访 这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美国著名作家 苏珊·佩奇 最近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看法 现在尽管美国的那些主流媒体 还在遮遮掩掩的 为哈里斯化妆 为他粉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 他的弱势正在逐渐的暴露 无论这些左媒 如何不顾事实地 对他进行正面报道 都无法掩饰 他败序其中的正面目 其实大家如果要仔细观察的话 可以发现 在最近两三个星期的公开活动中 哈里斯再也没有谈过 他的经济政策 只要有人问他经济问题 他就是中产阶级的孩子 不是他不想谈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可行的经济政策 那他谈什么呢 前段时间好不容易憋了几个星期 憋出来一个叫什么经济 机会经济 除了发钱 还是发钱 根本就无法解决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 所以现在你只要一问他经济话题 他就逃避 我是中产阶级的孩子 我成长在一个对草坪感到自豪的社区 平时口口声声的在那自夸 说这三年多来 他和拜登如何如何的降低了大众的生活成本 投资了多少基础建设 让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大家感觉到了吗 生活变得更好了吗 物价降了吗 别的东西都可以用数据来粉饰来掩盖 但是物价这个东西 它是盖不住的 因为老百姓天天都要进超市 一进超市一结账 大家就发现 原来拜登跟哈里斯天天在那 吹嘘的物价降了 生活好了 都是传说 每次从超市一出来 东西还是那么贵 所以其他的都可以骗 但唯独物价这个东西 他骗不了人民 正如川普对哈里斯提出的质疑 说如果你有好办法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现在不是副总统吗 对于经济的问题 最近拉斯穆森的民调显示 只有23%的人表示 美国的经济状况正在改善 52%的人认为 情况正在恶化 另外还有一家民调机构 叫斯科特拉斯穆森 也在报告中显示 说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 经济状况很好 但74%的人认为 现在的经济状况不佳 对此联邦众院前议长 金里奇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说如果你是现任 白宫政党的候选人 而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 经济状况良好或正在改善 那么你的麻烦就大了 美国人不想听那些 关于童年的无聊的话题 所以但凡有点常识的人 都看出了哈里斯 他的问题 不知道支持哈里斯的人 究竟在支持他什么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迷惑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的坚守的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埋怨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心平气和 我们一直都在坚守的坚守 我们一直都在坚守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情儿中儿怎么点亮 我们一直都在愿意 我一直都在愿意 雷显 rim相 弱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黃 setsenta 边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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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泪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 默然挥手已站在远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